同類療法療劑? 這是什麼?有什麼用的? 同類療法療劑已經有250年歷史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醫療系統 英國皇室都還在用 所以又有人叫它做皇室醫療 聽說好像很厲害 在哪裡有得來的? 在銅鑼灣的綠創意健康店就有了 綠創意健康店有超過千種同類療劑可以讓你選配 他們有超過25年的同類療劑相關經驗 可以說是全港品中最齊 服務最周到的同類療劑銷售店 除了逐隻逐隻配 他們還有療劑套裝 例如是家庭套裝 適合放在家庭門口 又有旅行套裝 小小盒方便帶著到處走 那綠創意健康店在銅鑼灣哪裏? 綠創意健康店 銅鑼灣總店的電話是 28824848 中環分店的電話是 3113-5848 網址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同類療法是一種 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而且人數還不斷繼續上升 現在 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應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包括近年的克林頓總統 另外 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 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 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 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金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 專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大家只要留意每集收聽 找到適合的療劑就立刻使用 可能很快便約到病除 讓你們重拾健康 將來如果大家有任何經驗 也都歡迎上來網台和我們一起分享 以下下來 袁醫生就會為我們介紹今集的療劑 記得記下重點了 兒童類療劑可以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2882-4848 或者是3113-5848 亦都可以上網訂購 網址是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今集我會為大家介紹一種同類療法的療劑 叫做洋蔥 英文叫做Alium Cepa 或者拉丁文 Alium Cepa A-L-L-I-U-M Cepa C-E-P-A Alium Cepa 其實是一種洋蔥 可以說是紅洋蔥 相信很多人都有切洋蔥 或者剝洋蔥的經驗 在廚房裡也好 或者自己要親身下廚 有時吃洋蔥都要切 大家都知道 通常人切洋蔥都會有什麼情況 眼鼻都會刺激得很厲害 甚至乎是一路切一路要狂打 阿癡 和狂流眼水 是吧 洋蔥這個療劑可以這樣說 是很容易給大家 有機會 體驗得到同類療法裡面的醫療的原則 就叫做同類相治的醫療原則 為何我們用一種療劑可以治療某種病 原因就是 如果我們在實驗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有一種物質 在一些健康的人身上 是能夠產生一些症狀的時候 如果一個病人 如果他體驗相似的症狀 我們是可以用一個能夠製造這個症狀的物質 成為一個糖尿療法的療劑 那就是說 如果你是 洋蔥是可以令大家 流眼水、流鼻水、打痴、眼睫的時候 如果你是有一些病 而這個病的症狀 是令到你眼睫睫 狂打黑刺 狂流鼻水 而鼻水 是令到你的鼻孔 是令到你的鼻孔 是很紅 那這種是甚麼病 這種就是 一般大部分人 都一定有經驗的傷風 一般性的傷風 就是很符合這個洋蔥 這個療劑能夠做出來這種症狀 聽說查理斯王子在英國 通常他一有傷風的時候 他都是用洋蔥的療劑 是醫治自己的傷風 那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去過英國 英國的冬天其實都很寒冷的 那這種寒冷天氣 是很容易吹傷 或者是出現傷風 這種問題 所以洋蔥在英國 查理斯王子 通常是應用 他自己處理自己的傷風 那洋蔥這個療劑 主要的特徵 就是他會引發我們的鼻炎 而鼻炎會出現一些 分泌物體 而這些分泌物體 通常都是有刺激性的 有些分泌物體 就是不刺激的 很溫和的 有些分泌物體 是令到你刺激性的 刺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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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性的傷風 這個症狀是很容易見到的 但也有時候 未必一定是傷風 如果你是花粉熱 鼻敏感 鼻水到後流 這種症狀 如果你的鼻水流出來 是很刺激你的鼻 令到你的上唇 嘴部的上唇 被鼻水滴下來 會變得紅 這種情況 尿劑也是洋蔥的 所以說 洋蔥的分泌物 是會刺激性的 尤其在鼻孔分泌出來 通常會令到你有一種 出熱 有種癢養 有種刺激的 所以我們要認不認到 這個癢劑 就是洋蔥的主要特徵 就是 病者在傷風的時候 鼻孔流下來的鼻水 令到它的上唇 全紅了 當然 又不斷地打壓痴 現在鼻水 就像水喉一樣滴出來 這種形的傷風 就是洋蔥形的傷風 除了傷風之外 我剛才也提及 有些人是有長期的鼻敏感 出現一些鼻水到後流 你知道 口腔裡面 經常有些液體滲下去 令到你的喉嚨 很不舒服 很刺激 甚至乎 導致你的聲音變成沙啞 或者是變成聲音 這種煙喉嚴 或者鼻水到後流 令到你失聲 或者變聲 而滴下來的那種液體 在鼻孔口腔滴下來的液體 有一種很刺激的 有一種喇喇的感覺 恨恨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洋蔥形 這種靜形 大家也聽過很多人患有酵喘 通常酵喘的初初都是由雙風連帶引起的 所以有種情況 我們叫一種敏感性的酵喘 通常人們曾經有鼻敏感或者花粉熱 用好些抗敏藥去按 將這個症狀由鼻孔按到肺 然後就爆發酵喘 這種我們很多時候 就叫做敏感性的酵喘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記住 洋蔥也是一個可以考慮應用適用的療劑之一 通常在這種情況 那個酵喘 當然 那個感部有很多恐怖症狀 包括呼吸困難 亦都會導致咳 這種酵喘 敏感導致咳 接著就喘 接著是鼻孔 就流很多鼻水 這種這樣的症狀 通常是一個空間的涼的空間 在戶外的空間 就覺得舒服 但如果在自己的家裡的房間 會覺得熱 這種情況 症狀會更加差 那就是說 洋蔥型的雙風 通常是覺得室內的環境是差 在室外是空曠的空氣的環境 感覺上是會舒服的 這個就是洋蔥 當然在我們的呼吸系統裡 見得到的 很容易大家經歷到的症狀 亦都令大家體會到 同類相治這種治療的原則 是怎樣來的 但是在洋蔥 亦都有一些症狀的地方 是一般人都未必會見得到的 原來洋蔥 亦都可以醫治發炎 耳仔痛 這個就不是一般的耳仔痛 這種耳仔痛 通常也都半有流眼水 尤其是黃昏那段時間是特別差 流出的眼水 通常都會癢症 又癌症 所以每次遇到耳仔痛 中耳炎 不只是單痛 也都半有所謂的雙風症狀 洋蔥亦是療劑 還有一個地方可應用 洋蔥是可以用在神經炎方面 通常手術之後 有些人因為受傷 要截肢 手術之後 就將腳一部分下肢 就切去 或者手一部分切去 通常有些人出現一種痛楚 我們稱為殘端的神經痛 殘肢的神經痛 即是說 雖然那隻手以前受傷 結果需要切除 切除之後 你形成一種感覺 好像那隻肢體仍然存在 而那種痛仍然存在 我亦都叫做幻肢痛 叫做Phantom Pain 即是說 是一種幻覺 因為你的腳已經沒有了 或者手已經切了 但是那種感覺上 那種痛楚 仍然存在 這種痛 切除了截肢之後的痛 通常有一種麻麻臂臂 或者有一種針刺感 或者好像有螞蟻爬痕的感覺 有一種昆蟲爛的感覺 這種痛是痛得很厲害的 令到它們很弱的 或者有時候的痛 是因為那個傷口 即是你切肢的地方 那個傷口部位痛 這種我們也是 在那個洋蔥 都可以處理這種正形的 好了 洋蔥這個療劑 是適用的地方 可以說兩大的應用 第一就是我們 一般可以看到的 就是雙峰 敏感 尤其是有種刺激性的 分泌的鼻水 以及狂打厄痴 以及狂流鼻水 這種感應的傷風 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我們首先所說的 神經 那個枝端神經 殘端的神經痛 這是我們同類療劑 兩大的 這個洋蔥 是兩大應用的地方 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大機會 有個療劑 防身 到了真的冬天 天氣變轉動的時候 遇到的傷風 自己即時應用 通常療劑的份量 通常是30C 洋蔥LMC 30C 其實都很夠用 在需要的時候 大家可以每一個小時 吃一劑 在很多情況之下 吃幾劑 三、四劑 或者吃一兩日 六、七劑 當你一天吃三次 症狀可以說 很快就會消失 好 今次 先介紹了 洋蔥這個療劑 都可以經常應用得到的療劑 下一次我們再繼續 我們的 同類療法的 零丹妙藥 袁醫生 剛才介紹了的 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陸創意 陸創意 在中環也有分店 位於 中環威寧頓街 74號 中環店的電話是 3113-5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 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記住大家用過之後 可以來網台和我們分享經驗 助己助人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我們有兩間分店 分別在銅鑼灣和中環 電話2882-4848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